歡迎Toby 劉歐先生 大家好 我是Toby 然後很高興今天來大家在這裡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情緒分析 在機器學習 然後還有機器人上面的應用 然後我是台灣人 可是我現在在東京工作 那我現在在一間叫做Medicarty的日商 那我們主要在東京 在這個之前呢 我曾經參與了一些 Open Source的community 那像是Mozola 然後Coast Cup 從國中開始就當Coast Cup的職工 一直當到站在這個講台上 也是蠻感人的 然後去前天的時候 還有參加Data for Social Goods這個專案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待會可以聊一下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公司合作的一個模式 然後我們是跟高雄市政府合作 去預測花媽的高雄市政府 就是 預測一下那個建築物的火災風險程度 就是這樣這樣子 那我去年就是很榮幸的我的研究論文 發在EMNLP 就是最重要的一個NLP的研討會質疑 上面這樣子 好 在一開始之前 我要工商服 不好意思我要工商服一下 就是出機票讓我飛回來的人 這樣子 Medicarty 他是一間日本最大的二手交易平台 然後他曾經很長一段時間 是亞洲唯一的新創獨角獸 那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是日股最大規模的IPO上市 然後我們在那個很驚人 就是我們在那個手機的視差率是93%這樣子 然後第二名大概只有20幾% 就是一間R開的 然後那個 我們在美國也有RE 然後也有美國自己的品牌 然後目前東京有1500人左右 然後我們公司其實一直很支持 員工在工作工作以外的時間 貢獻開人專案 那比較特別是上個禮拜那個 Cornap大大就是加入了我們公司 大家如果有在玩積積學習的話 他會知道其實Cornap大大 他是那個SK Learn的 就是最開始貢獻者這樣子 然後浪牌才排也都可以看到他的蹤跡這樣 然後也希望我們可以 就是在公司的台灣人可以再努力一點 然後明年把他邀請來Costcap做的演講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在開始之前 我想先問一下大家 大概知道NLP在機器學校怎麼做的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好 那大家主要是在做 Chatbot的 Engineering這一塊 請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好 有聽過情緒分析的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好好好 了解了解 這個演講主要會以中文進行 然後我們的例子裡面會有一些英文跟日文 然後 不過大家放心就是裡面不會有方程式 也不會有微積分 就是還可以再做一下也沒關係 對 那我們這一開始要講什麼是情緒文本分析 接下來就是 為什麼情緒文本分析跟二手平台會產生關聯性 然後再來是 情緒分析跟傳統其他的task有什麼不一樣 好 情緒文本 首先我們要先談一下什麼是情緒 情緒呢 在日文裡面是感情這兩個漢字 那它是一個主觀認知的意識狀態 那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去形容它 一般我們會說你喜怒哀樂啊 然後愛啊恨啊這一些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ground truth 我們沒有辦法讓大家一致的說 這種情緒叫做愛 這種情緒叫做恨 那這要怎麼辦呢 其實在每個文化脈絡裡面啊 都有他們自己一套發展 情緒發展的脈絡在語言裡面 譬如說在日本啊 從公元前八世紀 他們從佛教傳入東亞文化之後 就開始衍生了有六情這個字 那六情就是喜怒哀樂愛跟無 你可以發現就算是 我們在同一個文化圈 在同一個三項 中文的喜怒哀樂跟日文的基本的情感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要怎麼在這麼多語言 這麼多文化脈絡下面統合出一個 大家都有的情緒 那這就是波竹在 這個心理學家在1980年展開的研究 他提出了一個情緒輪的概念 情緒輪就是他調查了大宗的文化 然後從這裡面去概括出這八種基本的情緒 那這種這些八種情緒就是共享在各種語言裡面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八種語言當作八個類別 那我們的在情緒分析裡面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有一段話比如說 We are happy programmers and we are happy no life 這一句話丟進去模型裡面 然後模型就會告訴我說 他是這八種情緒的哪一種情緒 好在知道我們要做什麼之後 為什麼二手平台會跟這個有關係呢 其實二手平台跟其他的e-commerce很不一樣 你在Amazon上面 你在eBay上面買任何東西你就點一點 它就會起到你家 你不喜歡就把它退掉 你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 可是在二手平台裡面 你要跟人家吵架 你要跟人家 欸你可以送我便宜一點嗎 就是我們平台上那種一兩百塊日幣都還在傻覺 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就很忙 然後你送出去之後 然後還有很多你知道日本人就是很遙漠 然後他們收到之後說 這個不好那個跟我想的不一樣 又想要退 那中間你就必須要跟很多人在網路上打交道 這中間就會糾索到很多很多情緒 那我們要怎麼應用這樣的情緒 我拿我自己個人經驗當例子 這是我在某一個就是M開頭的平台 我不會說是哪一個平台上面發生的故事 就是我下單之後 他就很快的跟我說 再稍微等一下 可是我等了八天之後 然後我就已經快忘記這件事情了 我說欸奇怪 怎麼都還沒有收到東西 是不是詐騙 然後我已經準備要就是像客訴投訴了 然後這時候外交就跟我說 他發生很嚴重的車禍 然後他失去意識 然後他醒來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趕快幫我發貨這樣子 我太感人了 我覺得這個平台應該頒給他什麼獎之類的 就是敬業到這個程度 從中間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小的情緒 譬如說最一開始 漫家跟我打招呼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很有禮貌的 不管他是不是貫通訊息 他都是會做這件事情的 再來是我在三天以內我就問說 欸到底有沒有到 這個其實是相對其他人會比較快一點 就是我比較在乎這件事情 我比較在乎什麼時候我可以收到貨 那這是我在預定這個商品之前 我不知道的訊息 然後接下來是你可以從我的語境 我的情緒變化裡面看出來 其實這個交易過程中出現了一場問題 比如說我開始用了很多很多問號 然後開始用一些火新聞的東西 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Q 就是我的情緒已經在產生變化 然後我透過文字再告訴你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你可以知道S賣家 其實是一個非常盡責的賣家 從這邊我們可以整理出三個應用 第一個是從我情緒的變化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交易有異常 那如果客服可以主動切入的話 會讓我的情緒比較安撫的比較快 就是他可以知道我們是在 我們這個平台是在意每個人的使用者經驗的 情緒上面的使用者經驗 再來是我們有做這樣的應用 就是當你提出客訴之後 我們會透過語言模型 自動的去偵測你發生了什麼問題 幫你做分類然後幫你做 如果是一般罐頭回答的話 我們可以自動的幫你回覆 那減少我們客服人員的工作量 然後第三個是使用者的信用跟偏好最終 譬如說我作為一個買家 我很在意發貨的時間 作為一個賣家他非常的負責任 這些都是隱性的信用還有偏好 那這跟你給對方幾顆星很不一樣 因為給幾顆星是可以操弄的 你給我兩顆星我就給你一顆星 大家就是相信大家搭Uber的時候 都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這個是語言上面表達出來的 是非常客觀的 是你無意見透露出來的訊息 那我們可以把這種特徵抓出來 然後做量化 好 在知道我們怎麼應用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下 情緒分析在機器學習裡面是怎麼做的 然後他跟一般的任務有什麼不一樣 好 我自己的日文很爛 雖然我在東京工作 我還在就是學習日文當中 那在公司就主要是用英文 然後有上一點日文課言 這是我從日本人身上學到 最有趣的一個單字 它叫Yabai Yabai 如果你很常看日劇 你可能就常常看到那個 就是有一些神秘的字幕組 就會把它翻成Yabai 因為它很難被翻譯 它有點像糟糕 或者是死啊 夭壽這種 就是這個語境你很難知道 它是正面或者是負面的 你可以說夭壽我死啊 這是一種負面的情況 那你可以說 夭壽那會有好處啊 這是一種正面的情況 所以單字Yabai 你很難知道它的情緒是什麼 如果單字Yabai很難知道 如果今天我收知道的時候說到Yabai Yabai Yabai 你更不知道它到底是 到底最開心很難過 對對對 所以你會看到不同的語言 然後他們使用的語境 都會影響到它表達的情緒是什麼 然後不同的人 讀到這個文字的時候 也會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它是開心 有些人會覺得它是難過 對 可是如果 這種曖昧就是 讓模型會不斷不斷的犯錯 他會覺得 為什麼你Yabai有時候是開心 有時候是難過 可是就連講的人都很難說 就是我今天講Yabai就是開心 你今天講Yabai就是難過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來做 汪汪喵喵分類器 我們有幾張圖 你就會很快知道 這是一隻狗嘛 對吧 也有可能是一隻小小兵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隻狗 好 如果只有兩個類別 它就是一隻狗 如果有三個類別 它就是一隻小小兵 那就是毫無疑問是一隻貓嘛 就是Colscope有兩個傳統的 通影片都要有貓 然後這是一個你想要把它拿掉的 就是它像狗又像貓 對 這個情況你會很快的就知道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 這是狗 這是貓的照片 但是在情緒分析 你就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你沒有辦法說 這個就是快樂 這個就是難過 每個人的快樂 每個人的難過都不一樣 這是我們在情緒分析裡面 遇到一個最大的難題 就是主觀性 每個人 他表達情緒的方式都不一樣 那這讓模型很難收斂 很難有一致性 好 接下來呢 是另一個例子 就是 We are happy programmers and we are happy no life 然後hashtag set 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要示範我們怎麼做 情緒分類器 首先呢 有兩種方法 一種叫做semi-supervision 這個方法就是說 我們把那個最後的hashtag set拿掉 拿來當作答案 所以模型會讀到就是 We are happy programmers and we are happy no life 根據這樣子的文字 然後我們有收集到答案 那這個答案就是 那個寫的人自己標的 我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在表達難過的情緒 好 那另一種情況叫human leveling human leveling怎麼做呢 我今天把we are happy programmers and we are having no life 拿去給十個人看 然後十個人裡面有八個人認為 這是在說 這是在表達難過的情緒 那我就認為這個是難過 那目前我們學術界就是 主要是這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主述者他認為 他表達什麼情緒 我們把它當作答案 另外一個是 大多數讀者認為是什麼情緒 我們把它當作答案 好 那有了答案之後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傳統的方法怎麼做 傳統的方法應該是要先切詞 可是因為這邊例子是 英文就比較好切詞 就把每一個字猜成 we are happy programmers and we are happy no life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做一個叫做 傳統的方法會做一個叫 stemming的動作 stemming是說 譬如說 r啊 is 這些b動詞其實都是一樣的嘛 那我們就把它放成b verb 就把它換成b 然後比如說代 比如說主詞就換成s 然後還有像是programmers 跟programmer應該是 表達一樣的意思 那這時候我們就把後面的 有的沒的去掉這樣子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種東西是很因語言 就是每個語言 有每個語言自己的規則 所以做起來其實是非常困難 更別的問題就是 關於你有你的 你的原本的文字裡面 就有錯字的話 他是會對不起來的 好 那傳統方法裡面因為全部丟進去 就是會讓母型看到太多東西 太離散 那這個情況下 他就會選一些關鍵字 他會有各種演唱卡 然後去挑出關鍵字 那我們這邊就是挑 有表達意思的關鍵字 像是happy remember having no life 那有這些之後呢 我們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說我們去統計 比如說出現happy 然後這個句子 在出現happy的情況下 這個句子表達難過的機率是多少 跟表達開心的機率是多少 我們把它算出來 那統計出來之後 我們結果把它架起來 然後我們就說 比較大的那個就是表示 比較有可能是那樣子的情緒 所以就會變成 We are happy programmers and having no life 然後他會猜他是表達Joy的情緒 那你當然可以直接這樣加起來 然後算那個結果 然後你也可以在丟進去演算法裡面 丟進去更多分類似的演算法裡面 把它當作特徵 然後去算出一個correlation 然後算他最後的表現是什麼 對 那這樣的方法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比如說這個例子裡面 yabai,めちゃ美味し yabai,めちゃうまくない 這邊很奇妙 うまくない跟おいし 唸法不一樣 看本漢字是一樣的 你知道日語有多難學 然後主管都說 你看的都漢字啊 你很多都不是漢字 然後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問題是 類似的字 可是它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它的前後文沒有辦法 在傳統的方法裡面被表達出來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就不能只看關鍵字 所以呢 前後文語境就會是我們第二個挑戰 那在前後文語境 這個東西要怎麼解決呢? 我們有 在2011年的時候 LeClein他提出了 Unsupervised Word Embedding方法 這個方法叫word provide 然後它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把所有的字都投射到很高維度的響量裡面 像500到300文的響量裡面 在這個響量空間裡面 與意義相近的字會被放在很靠近的地方 所以字跟字之間的距離就會是有意義的 那在有這樣子的響量空間之後呢 我們把有出現過的字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我們把它疊成一個很大的矩陣 這個矩陣裡面每一個字都會是一個高維度的響量 有了這樣子的響量之後呢 我們發現傳統來說 我們CNN是拿來做圖片的嘛 那在這邊還可以做文字 而且它做文字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好的特性 比如說我們這邊假設window size是3 所以就是每三個字 每三個token 我們就會做一次combolution 那在這裡它就可以建構出一個語境出來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it's so delicious 跟so not tasty 他們combolution出來的特性就會非常不一樣 那分類器就有辦法從裡面學出來說 誒他們的特徵不一樣 那在接下來我的dense layer 我就可以做coloration 我就可以發現出有這樣的特徵 其實是對應到不好吃不美味 那有另外一種特徵是對應到好吃跟美味 就可以在這麼多的語料裡面 學出一個規則出來 好 那我們recap一下 我們剛剛介紹的兩種方法 首先是以機率為基礎的 然後接下來是以字典為基礎 以字典為基礎 就是說跟剛剛三種方法很像 只是說它有一個人家已經寫好的字典 從那個字典裡面我可以找出 這個字出現的時候它就是生氣 這個字出現的時候它就是難過 那還有我們介紹第三種方法就是word embedding 那它是把字典投射到一個高尾度的像樣空間 然後從像樣用的空間裡面 找出字跟字典一定的關係 好 那接下來那個word embedding 其實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喔 你仔細觀察一下可以發現 如果我們今天的例子是 這兩個例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反應值被放在很靠近的地方 這是它演算法的缺點 就是它出現很類似位置的字典 它會被放在很靠近的地方 即便它們意思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是taste 這個字沒有出現在word embedding裡面 那它就會消失 就那個分類器會永遠學不到這個字的特徵是什麼 好 那要怎麼辦呢 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補足這件事情 那我們這邊呢介紹一種是我做的方法 為什麼我想把它擺在這裡呢 因為我把這張簡報放上去 我的那個口試的簡報的時候 然後老師就說 會不會你把這張給我拿掉 口試委員只會記得小弟弟 其他什麼都不記得 但是我在這裡想表達的是說 中文的語經其實更複雜 小什麼東西後面可以接很多東西 比如說我們去念語料裡面是 小燈泡事件剛結束沒有多久 那你就可以看到小燈泡對一個人的情緒 其實是很正相關的 那再來比如說小爸爸 這件事情也會是 它會是比較複雜的 就是跟難過比較有關係 然後比如說還有小小兵 所以小什麼後面可以接很多的東西 在中文裡面它的語氣就會更複雜 好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例子 最後一個例子就是大家一定都看過 就是這麼多言文字 然後還有一些俗語 這種東西都很難處理 然後在日文裡面又特別多 好 我們介紹這三個東西 然後相對著他們有很多很多方法來定義 比如說我們這一開始主觀性的問題 它其實跟性別有關係 男生跟女生表達情緒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以及前後語經的關係在Google Facebook 都發表了很多演算法 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比如說3Dramine 2架構 這是目前最厲害最厲害的方法 那目前最有名的是Google Burst 你可以看到現在ACL或EMNLP 一大堆都是在做Google Burst的東西 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或者是看選擇 就是這裡有一個demo 然後它是MIT做的 它是預測你會用什麼樣的模型 在這個證據裡面 那其實也可以對應到興趣 那最後最後就是這張這張這張 我們還在整彩 然後不需要日文就可以來投履歷了這樣子 然後謝謝大家 感謝寶貝 感謝寶貝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